董哥对于花莲来说 柯文哲的手好伸吗 因为他看到国民党的一个矛盾 花莲王当然是傅文琪 可是傅文琪的太太 当然是现在的县长 傅文琪交给太太 等于说夫妻在这里 当县长就16年了 就是世界 那花莲的矛盾在哪里 在于议长 议长张静被国民党撤销党籍 那他去挺柯文哲 那一个人能够当议长 表示他在议会是最大的势力 所以很多议员为了挺张静 被撤销党籍他们都愿意 所以柯文哲是看到这里的矛盾 那当然 这边花莲因为 过去傅文琪在这里经营 其实非常久 为什么会被称为花莲王 国民党以前不想提名他 因为他过去有两个案子 这两个案子 一个是华龙 一个是何姬 这两个案子 他都判刑 然后坐完牢又回来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国民党那时候觉得说 这个是有点黑金啊 所以就不敢提名 那国民党对他还是蛮好的 那最明显的例子 他的实力在哪里呢 他的实力在于 那时候国民党 在花莲 县长要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提名一个人叫杜立华 忙久当总统 忙久在花莲也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那边是比较清兰嘛 所以他全力去乡庭 那乡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傅昆琦用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他那时候其实是亲民党 打败民进党打败国民党 所以那时候他讲说 哇傅昆琦这实力太强了 就说可以让华联 华联人 就十万多选民 大家都来挺他 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他的地位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后来他就寻求连任 当然成功连任 那国民党那时候的善意就哪里 国民党善意就 让习真卫去当国民党不分期 傅昆琦认满 你就接你老公下去选 所以那时候傅昆琦还不是国民党 傅昆琦国民党是朱立伦 前年的时候 把他找回来 那时候弄一个同舟计划嘛 那他回来其实他太太就一直是国民党 所以等于说傅琦跟国民党又搭上了以后 那当然就更强 因为傅昆琦本身自己的人量大嘛 那这一次柯文哲看到这样的机会 觉得说张静是被国民党撤销的 我用这一篇 然后我也要培植我自己的议言 那如果议长是挺我柯文哲 现在当然 华联议长虽然挂五党籍 可惜他是 他是当然是比较倾向柯文哲 所以他会变成另外一股势力 那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他是没本生意 他本来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这样下去冲一冲的话 他一定地方的议言他一定会兜好几个席次 他认为这样 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前期里面我刚前面那一段我在讲 其实要观察就是民众党他到底影响了谁 民众党影响的一定是国民党 因为民进党在各地方来讲 他的基层是比到铁板一块 那国民党本来就会比到有些东西比较松动 他的组织虽然很绵密 可是那种绵密他的忠诚度很多人是不够的 那柯文哲就要看这样的机会 所以到时候在花莲来讲 因为徐政卫他这两任已经满了 那傅君旗势必不可能再回去选县长 如果他回去选当然他当选的机会也很大 可是他在立法院当党党党党党党 在整个国会里面最大党的党党 其实是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而且可以掌握的权力比 比七七个花莲县长更可以发挥 所以我觉得傅君旗是不太可能去当选 那国民党在花莲会让谁当选呢 我告诉你一定是傅君旗指定 傅君旗指定谁谁谁实力比较够 那你要看的话他能够指出来的话 你在花莲你最多现任立委或者找一个比较老的议员 一般来讲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对傅君旗来讲他要早早的去部署 为什么说要早早部署呢 因为接下来国民党会把花莲的胜败丢给你 就是你们夫妻经营是16年 你怎么可能让他选输呢 你如果选输的话你的地位就好像桃园的郑文燦一样 你不是讲你桃园多强吗 结果曾孕鹏县长漏选 五个六个立委也漏选 通通漏选 本来桃园我们是经营的有声有色 对不对 那现在傅君旗的压力就会很大 所以他现在虽然在立委员当国民党的大党编 他随时要回去帮他老婆去经营地方 那我觉得说他这两年一定要锁定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要早早跟党中央起得默契 就其他人不要再出来分票了 国民党其他人 有些人觉得说他自身我也自身 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或怎么样 那你现在把这个人定了 就是从现在开始 习政委还有傅君旗的资源 就要去预助他 让他到地方 他如果是议员的话 议员受到选区限制 其他的选区他不方便去 他不方便去 因为不是我的选区 我去那边指导人家怎么样 后期那个地区争取什么利益呢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要把这个资源给他 那资源给他也有一个方式 就是让这个人先兼国民党党部主委 党部主委就可以 就可以到地方去各自那个 然后可以跟在地的议员去配合 然后我们再去争取一些东西 所以这种经营喔 傅君旗从现在就要开始 因为他这是用这么大的动作 要选立法院长 最后当了国民党的总召 那他必须要让人家看出说 我花联王不是喊假的 我挺的这个人 还是能够延续国民党执政 能够延续我们的路线 那表示我们的 这过去这十六年后的选民很大肯定 没有人会认为你坐太久换人 这是傅君旗的责任 对但讲完了我们的地方选举的布局 也要讲讲在这个春节期间 大家非常关心的禁团令 因为是停止招了这个附路团有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指令 也来得太突然了 左教授昨天陈建仁被问到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一场空 搞不清楚状况 他说会向陆委会还有交通部 再去了解一下状况 也感谢就是因为他昨天被民众党团问 就是这到底有什么法源依据 这样受到冲击的才能够寻求救济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不断在说的 因为观光署现在跳出来说 我们有法源依据 但讲了半天呢 他们援引的是发展观光条例 还有旅行业管理规则这两条 那尤其是发展观光条例里面 提到的是 有损害国家利益这一项拿来用 可是现在最新的蓝尾翁小林 他就去发现了 观光署疑似是误用法律 那如果按照此逻辑 奇怪的点就在我刚刚念的那个发展观光条例里面的损害国家利益 所以团客会损害国家利益 但散客难道不会吗 然后你讲的愚法有据 其实连成见人可能都未必搞得清楚状况 那用这一招我们刚不断在讲的 如果真的愚法无据或是讲不通 或是有逻辑上的谬误的话 在这段期间如果真的有权益受害的人 他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去做求偿呢 还是因为愚法无据就有机会求偿五门 第一个因为目前有造成损害的情况还没有出现 因为现在他的这个规定是说到6月1号开始就不能够接团客了 所以说这个当然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条款去 就用这个条款的 就是说用这个观光署的行动来说 它造成它的损害 那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还在于说 观光署引用这个观光发展条例 到底这个法源是不是可以授权观光署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法律上的规定是说呢 就是说你有违反这个所谓有侵害这个国家 有违反国家利益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禁止的 其实是可以 可以就是说 你不能你的这个观光行为 观光的观光 观光业的行动呢 不能够伤害国家的这个利益 但他讲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个案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某一个旅行团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像说 好他去替中共做一些呢 伤害我们国家的事情 那比如像说他去 比如像说 比如像说他可能去侵害了这个 他可能去有这个所谓的 从事这个间谍行为啦 或者从事一些 侵害国家名誉的事情啦 那这个被认为是有伤害国家的这个利益 可是呢 你作为一个 你现在观光署他做的事情是说 我禁止你出团到大陆去 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行政命令 就跟你个别旅行团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是不可以去出团到大陆 那这个跟这个观光发展条例里头的这一条呢 其实就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他的这个法源依据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观光署引用的是这个观光发展条例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一个个别的行为 不能作为一般性的这个行政命令的一个根据 第二个观光之前其实最早行政院的答复是说 那是基于疫情时代的一个禁令 但是疫情已经结束了 按照我们政府现在的这个做法 因为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撤出了 所以说表示疫情也已经结束 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其实政府其实都是没有法源依据 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政府到底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限制旅行业者出团到大陆去 那这个部分其实又牵涉到所谓 因为有的旅行业者说这个是不是有违宪 这里头又牵涉到所谓的商业自由的问题 就到底旅行业者有没有 可不可以运用宪法保障的自由 这个宪法保障的商业自由 其实比较相近的是宪法第15条 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于保障 到底旅行业者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的这个 是不是旅行业者的这个 旅行业者招揽团客 这个行动到底是不是 宪法所保障的工作权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可能就需要走这个宪法的诉讼 宪法官司去加以厘清 因为毕竟这个讲的 一般讲这个工作权是指他这种营业活动 或者是就业 或者当然有的人也认为说 有学界的看法认为说他们包含 所谓的商品的生产交易处分 那这种服务的提供到底是不是一个 就是说所谓宪法所保障的商业自由 因为如果它是宪法所保障的商业自由 营业自由工作权 它应该叫做工作权 宪法所保障的工作权 那么政府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 就不能加以限制 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而来的 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属于 所谓工作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底旅行业者 可以从事什么样的业务 是应该是由政府授权的情况下 才可以从事 还是政府没有禁止它 它就可以从事这样子的商业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从法律上要加以厘清 当然你从字面上去解释来讲 看起来业者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营业权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要通过宪法的诉讼 才能够加以厘清 那这个我觉得履行业者应该去打官司 因为其实所有人民的权利 都是靠打官司 通过法律程序去加以厘清的 那只有通过法律程序 才能够确保才能够制止 才能够确保人民的自由 制止政府的违法行为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不只是从法律层面来讲 当然很多人 现在都在谈这个法律问题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只限于法律 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原始的原点出发 就是到底政府限制旅行团到大陆去出团 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因为政府现在 民进党政府现在就说 你看大陆也没有让台湾的旅行 没有让大陆的旅行团到台湾来 也没有让大陆的旅客自由行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作为一种互惠的行动 那我们也要去限制 我们的旅行业者到大陆出团去 好 然后他也认为说这样就可以逼使大陆 来跟我们谈判 当然从过去八年的经验来看 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行 大陆从来不会为了旅行业 这些事情就是 几乎没有为过经济利益说 一定要改变他跟他在两岸谈判 所设置的条件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不可能 但是你作为一种你要他单边让利 来实现双边的互惠 好 这样子的一个到底可不可行 我觉得可以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较需要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 如果台湾的旅行业者不到大陆去出团 其结果会是我们的旅客就到大陆减少了吗 对 有一部分一定会减少 可是会不会也有很多的旅客 他就改而去参加大陆的旅行团呢 或者旅行业者用其他的方式去提供 在大陆的旅行团的服务 也就是说 这就是经济学家常常讲的 你白事没有就有黑事 你用这个规定结果 那你要执行的地方在大陆 当然业者就可以在大陆去用别的方法去进行 那么所以说 你这种方法其实到底会不会有效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会有人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觉得我们的旅客到大陆去 去是使得我们政府跟大陆的谈判筹码尽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禁止 台湾的旅客到大陆去呢 那你显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比例的原 不合比例原则的一个做法嘛 就是说如果你政府是为了大陆旅客不到台湾来 那么我们就限制我们的旅客到大陆去 那很显然呢你知道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是没有办法经过所谓宪法比例原则的一个检释 但是你如果不加以限制 好像你又说你没有办法 其实话说回头就是一句话嘛 你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有效处理两岸关系 有效处理两岸事务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策略嘛 所以过去他怎么说 过去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怎么说 哎呀你为什么要跟大陆谈判呢 为什么要跟大陆对话呢 其实你这么极权的一个 这个极权的对手啊 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对手啊 你不跟他对话有什么影响吗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这是过去民进党一向所提出来的一些借口嘛 可是现在就看出来说 其实民进党根本他找不到对话的方式 我觉得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你去指责大陆种种措施 说包括最近这个今天刚刚通过 刚刚宣布的就是说要海警到这个惊吓 这个海域来进行巡逻 那你说大家觉得说 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管辖权 大家很气愤 可是你除了气愤之外 你除了骂人之外 你是应该也要想到具体的解决方法不是吗 要不然我们要选政府干嘛 大家就继续做键盘侠继续骂人就可以了 选政府出来就是要解决问题嘛 那你现在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你解决方法是限制人民的基本 限制人民的自由 但是你能解决吗 如果能限制能够解决 那大家也愿意试试看 也说好吧那就勉强试试看嘛 如果能够解决问题 问题是你根本不能解决嘛 比如像疫情时代大家都限制了 结果呢 结果大陆有跟你民进党展开谈判吗 也没有啊 所以很显然就是你的那些 民进党政府的那些宣传的口号 民进党政府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其实是没有发挥效果的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看待 所谓禁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政府 请你们拿出两岸对话的方法来 如果你拿不出方法来 也不要再去攻击那些 有能力对话的人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